2014年,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丰林校区获批改扩建。 四年暑假期间,图书馆闭馆叶盘,而重申的新馆已在孕育之中。 新馆将建成4万平米的智能化大楼,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读者提供最迅捷的信息服务。 新馆的阅览室可同时容纳800人,提供30多万册藏书和各种期刊杂志。 这里还将建成2000平米的网络中心,提供各种应用服务和附属医院的数字化信息传递服务。 4000平米的医科档案馆是上海医学院发展历史的记忆库,存储着医科发展的巡政依据,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历史经历。 可容纳250人的报告厅将成为师生人开展学术交流,探讨前沿信息,碰撞创意思维的重要场所。 未来的新馆将集图书馆、档案馆、自修阅览室、研究馆、展览厅、网络中心、学术交流中心为一体, 成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广大师生的真实加油站,涵养心灵的港湾,文化交流的基地,封林校区一处新的地标。